誰能上到 霍啟山陪著父親霍振庭 以及哥哥霍啟光 數指郭晶晶去巴黎漢奧運會 竟然抓出了四個非民運動員旅遊 也得網友紛紛調刊霍啟山聚雍之意不再走 一家人明面想去巴黎漢奧運會 為運動建兒門加油 實際上是去為霍啟山挑釋婦的 有意思的是 霍啟山挑釋婦 完全是奔著數指郭晶晶這個標準去的 日前巴黎奧運會終於圓滿結束 本屆奧運會 曾經的跳水皇后郭晶晶擔任了跳水項目的裁判長 負責掌控全場 從跳水冠軍到裁判長 郭晶晶再次站在了世界體育的中心 31個世界冠軍 4個奧運金牌沒有讓郭晶晶停下腳步 她退役後學習語言 考取裁判證 以另一種方式回歸賽場 不禁令人接呼太殺了 郭晶晶不僅在體壇地位崇高 在霍家也是女王 公公霍鎮婷婆婆朱玲玲 全都以她為榮 丈夫霍啟江對她更是寵愛有加 然聽計從 就連小叔子霍啟山也是她的迷弟 作為嫂嫂迷弟的霍啟山 這次也跟著父親 歌嫂 一起來到了巴黎奧運會觀看比賽 入座的時候 霍啟山全程都跟著歌嫂 十份紳士地扶著數指郭晶晶入座 時不時有雪有笑 看得出來是個十足的歌手控料 這些年 霍啟山的審美有了很大的變化 以前的霍啟山 肯定不會喜歡運動員這一款 尤其是在歌歌霍啟江沒有娶過清晶之前 霍啟山交往的女友 要摩是漂亮的女明星 要摩是身材搞好的模特 要摩是名門千金 比如 2004年 霍啟山與知名女星張子儀交往 兩人大方在媒體面前受恩愛 多次被拍到接問 擁抱畫面 2006年 由於家庭原因兩人分手 與張子儀分手後 霍啟山有過一段放縱日子 在圈內無縫銜接了不少桃花 不過都是露水情緣 2009年 霍啟山喊後了愛藉愛依無達 兩人互相吸引醉入了愛河 據說 當年霍啟山曾愛美愛道骨子女 花了很多錢給他買了一棟豪宅 不僅如此 霍啟山還餵了V修身養性 計劃要跟女友結婚 2013年 還傳出了兩人即將結婚的消息 然而 兩人最終還是無能報入婚姻的殿堂 分手的原因 似乎是呂燕尼不喜歡愛直孫悉父 後來霍啟山的非民對象 就是大眾眼中門當戶隊的何超連 因為霍英東與賭王何鴻生是同學 更有人猜測二人會選擇聯恩 當時何超連跟前男友五黑群光分手沒多久 有民眾爆料碰見他和霍啟山一同共用燭光晚餐 積極的媒體當值得人跟拍 也確實拍到了兩人好幾次同胸 大家開始認定戀情是板上釘釘的 環跑去向何超連的媽媽 賭王三泰陳婉珍詢問他對霍啟山的印象 看三泰的答案似乎對霍啟山也還挺滿意的 但很快何超連便主動向媒體解釋到雙方指示朋友 之後他在媒體口中的非民對象就換了人 首先是英皇百億繼承人楊正龍 再後來就是和現在的丈夫鬥曉啦 這麽多年何超連都嫁了鬥曉 霍啟山還單著 眼看都過了40歲了 就在大家以為他要一直單著 竟然有消息說他和何超恩戀愛了 這多少有點離譜吧 那段時間經常有報導稱霍家和何家強強聯合 霍啟山跟何超恩好事將近的消息 可惜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 轉著轉著就目了下文 不知是不是受了哥哥霍啟剛和嫂子郭晶晶的影響 霍啟山的審美慢慢有了變化 從明星無德名媛變成了運動員 眾所周知 霍啟剛取了郭晶晶後光耀門庭 兩人結婚多年餘交似漆 非常恩愛 看著歌嫂整日在自己面前受恩愛 霍啟山心裡可謂是羨慕直到恨 他暗自發誓自己一定也要找到一個 將嫂子郭晶晶這麼優秀的女人做妻子 當記者問他喜歡什麼樣的女孩時 他更是直接表示 希望能夠像哥哥霍啟剛一樣 找到將大嫂郭晶晶這樣的太太 在這之後 霍啟山的審美慢慢向哥哥霍啟剛靠攏 而霍啟山的非民對象 真的變成了將郭晶晶這樣優秀的運動員 去年的亞運會上霍啟山跟著爸爸和哥哥 出現在亞運會賽場上 被網友調刊科振庭 是在為兒子挑老婆了 之後在匈牙利的布達培斯 張如飛參加游泳世界規的比賽監獄時 霍啟山貌似也去到了現場 還和張如飛聊了一會 且張如飛的教練貌似也對此事有所了解 但出於對運動員保護的目的他表示 張如飛長得漂亮不是他的錯 而目前正是備戰巴黎奧運會的關鍵時期 對內市民確規定不允許交男女朋友的 巴黎奧運期間 霍啟山又突然傳出增狂追前奧運冠軍 爭奪五枚奧運金牌的跳水運動員 今為國家隊教練的陳若霖 演於巴黎陪國家隊參與奧運 並在社交網分享當地打卡片段 31歲的陳若霖眼大大嘴細細 皮膚白色 穿上運動裝充滿氣質又美女 與同事跳水出身的過精精氣質有幾分相似 有網民發文《景開玩笑》指 霍啟山為陳若霖遠赴巴黎更贊兩人搬配 有網民留言霍啟山已訂機票 霍啟山是真水呀 不過我們陳教練也夠美 霍啟山陳若霖 邀誠、CP又是一段人間佳話 引來多人讚好 原來霍啟山去年突然傳出爭追求陳若霖 傳聞中監使被陳若霖拒絕 不過該非民傳由內地網站傳出 兩位當事人從未曾承認 除此之外 霍啟山有先後和女子松兼冠軍光文為 青蛙公主谷愛寧傳出非民 知所議會傳出各種各樣的非民 倒不是他們有多親密 疑似網友再點鴛鴦譜 高文衛今年逆轉拿下奧運冠軍 大受歡迎 但除了冠軍這一身份 他吸引人的點還有很多 他多才多藝 擅長跆拳道 芭蕾、古增等才藝 學習成績更是優異 2012年 江文衛在英基沙田學院畢業 以高分被斯坦福大學錄取 學習成績次優異 甚至都不需要利用自己的運動員身份優勢 本科畢業後 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深掃 攻讀法律世事 東京獲運無緣金牌後 江文衛仍來一個短暫的調整期 他又選擇前往香港中文大學 進修法律博士 運動生涯沒有干擾他的學業進度 學習考試也沒法對他的訓練造成影響 可謂全能 另一方面 江文衛的顏值也很高 有微笑女皇的稱號 奪得金牌之後 江文衛也因為超高顏值迅速火出圈 因為他獎商狠像林志玲 而且身高1.78米 被稱為港版林志玲 環有網友發現 其實江文衛的獎商 與霍啟山的媽媽朱玲 也有些相似 兩人都是標準的瓜子臉 眼睛也是很親和的笑眼 所以有網友覺得 霍啟山和江文衛很有夫妻相 巧合的是 霍啟山的大大霍啟人前不久觀宣的未婚妻 也被認為長得狠像朱玲 不過江文衛是94年的 被霍啟山足足少了十歲 雖然霍啟山是豪門公子 但江文衛的家世和個人履歷也很優秀 如今 江文衛也已經宣布退役 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帶有走正途的趨勢 這與霍家的路線不謀而合 不過感情方面 還要看自己的意願了 正如霍鎮婷說的 霍家不會催分霍啟山 霍啟山作為豪門公子 他的選擇也自然不少了 一波美平一波又起 霍啟山也和谷愛玲傳出過飛聞 喜恩是谷愛玲的媽媽 在個運會想和霍啟山商談甚歡 於是被猜測谷媽媽 想撮合霍啟山跟谷愛玲 不過谷愛玲是沒有這方面想法的 日前 網上突穿法國明星運動員馬爾尚 與谷愛玲戀愛了 谷愛玲奴運期間 看了馬爾尚幾場比賽 還在社交平台上祝賀他 而後因為馬爾尚拒絕與潘展諾教練握手 歧視亞裔風評掃地 皆而影響到點讚評論的谷愛玲 導致他不得不刪除 與馬爾尚的線上互動來維穩 如今傳出兩人戀愛 實在是令人意外 谷愛玲雖是冠軍 但身上爭議一直都比較大 上來也是不符合霍家儀式標準的 一場過運會 霍啟山的四個飛聞運動員旅友 齊聚一堂 網友更是著急幫他出謀獲策劍鴻鴻譜 看來大家真的是為霍啟山的分事粗稅了心 此事感情這種事情還得看緣分 信其自然 不能強求 總而言之 橫視希望霍啟山能早日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你看到屬於自己的地方 無尊重不清 是在燃amed 分支禁錶